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有一个笔名叫三毛 三毛是他的笔名 他是一个台湾非常有名的作家 三毛是一位非常有名的作家 好,那现在我们就开始吧 我爱哭的时候便哭 想笑的时候便笑 我爱哭的时候便哭 想笑的时候便笑 好,那我爱哭 这个爱在这里就是想的意思 就是我想哭的时候便哭 这个便在这里就是旧的意思 于是旧 我想哭的时候我就哭 想笑的时候就笑 只要这一切出于自然 只要这一切出于自然 好,那只要这一切 好,一切就是所有的事情 好,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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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一切 好,这一切出于自然 好,自然 好,自然 自然 好,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好,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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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的表演 非常自然 非常自然 只要这一切出于自然 我不求深刻 只求简单 好,那我不求 这个求 在这里是寻求的意思 寻求 深刻 好,我们来看一下 深刻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深刻 深刻 纽约之旅 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纽约之旅 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印象 我不求深刻 只求简单 好,只 求 寻求 只寻求 简单 简单 好,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简单 简单 这次的考试 这次的考试 很简单 不难 这次的考试 很简单 不难 我不求深刻 只求简单 好,在这里 深刻和简单 是相对的 好,那现在我们来复习一下生词 变 变 变 我爱笑的时候 变笑 我想哭的时候 变哭 一切 一切 自然 自然 只要一切 出于自然 只要一切 出于自然 深刻 深刻 简单 简单 我不求深刻 只求简单 我不求深刻 只求简单 好,那现在我们来做一下生词练习 好,第一个 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好了 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好了 好,那所有的事情 中文还可以怎么说 所有的事情 对了 就是一切 一切都安排好了 一切都安排好了 好,所以一切 就是所有的事情 好,第二个练习 这位演员的动作 很 好,我们可以怎么说呢 如果这位演员 他的表演非常的好 那他的动作很 对了 自然 这位演员的动作 很自然 好,第三个练习 这部电影的教育意义 很 好,这个中文怎么说 对了 是 深刻 这部电影的教育意义 很深刻 好,我们可以说 个 也可以用不 这部电影 这部电影的教育意义 很深刻 这个不 有一点点正式 好,第四个练习 这件事情做起来不难 很 对了 就是简单 这件事情做起来不难 很简单 这件事情做起来不难 很简单 好 那这四个生词 你都学会了吗 好 那现在 我来读一遍 没有拼音 三毛的名言家句 我爱哭的时候 便哭 想笑的时候 便笑 只要这一切 出于自然 我不求深刻 只求简单 好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希望你喜欢三毛的这段 名言家句 好 谢谢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